另外带你看到捷安乡去年更换全国第一面QR Code的智慧门牌后 再度规划公开透明又便捷的殡葬线上服务网 总共执行经费326万元 将在3月1号正式上线 那么受理相关业务及查询的服务 而乡亲甚至可以由门牌的QR码进入到公所的官网 点击殡葬管理所的网页连结 就能进行相关的作业 期盼使服务更辨明到位 更有效率 由于民国93年建制的华林县杰安乡公所示范公墓 纳古塔即火葬场管理系统 仅有案件申请及查询维护功能 在华林县府补助290万 公所自筹36万 总执行经费326万元 公所同步进行殡葬设施晚上工作 建制整合性Web网络版殡葬业务管理资讯化 22日上午在杰安乡公所清明堂 举行殡葬业务资讯管理系统 及网页设施查询说明会议 今天带来的是我们殡葬业的所有的网页资讯公开的透明化 以及网络的服务 不管是殡葬的业者 或者是我们的乡亲 以及商家的家属 都可以很透明的 看到现在火化山场上的一个作业流程状况 以及我们所有的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登录 和所有的工作的内容 我相信这可以取代过去用我们感情 以及我们时空背景 忘记来登记或者是半夜 不知道怎么时间错过了上班时效的 这样的一个取代作为 可以让我们用资讯跟电脑在24小时365天都可以开启 我们殡葬业务 以及吉安相公所所有公务的一个服务资讯的 这样的一个公开透明化的一个机制 希望我们的乡亲也能够好好的来利用 门牌随时可以来做查询 电脑资讯里面网站里面也可以随时来取得重要的 吉安相的新闻跟所有的一个咨询的内容 还有报修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欢迎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一起来QR Code 看看吉安相的网路资讯世界 有多么的一个精彩 幸福美好 服务到位 优书甄表示 未来乡亲可利用手机扫描进入乡公所官网 点击殡葬管理所网页连结 可在网路查阅并完成火化预约作业 减少因工作忙碌错过受理服务的时间限制 24小时365天线上申请和查询 如今不仅火化炉空污排放完全符合标准 公募各项设施逐步改善 昔日排队登记火化的场面将不再出现 此番让新人获得圆满安放 让青竹得以尽效圆满 记者蒋邦彦前相报导 决补甄表示